禁止废话 小时候爱看的多拉埃梦 在小日子那里可能是全民功底 因为他的作家 在漫画的第152集中 花了多拉埃梦 再开心地介绍日本战败的剧情 世界三大奇葩婚俗 一 土耳其浴池里挑新娘 二 尼泊尔嘎妖子才能结婚 三 南非肥臀更好嫁娶 为什么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 遗体不能归还给家人 也是出于人道主义 为了防止家属看到后过于伤心 二 是为了避免器官买卖 三 是为了防止犯人假死 你有没有好奇过 一用安不平掰开后 破碎的玻璃渣会不会被注射到身体里 不会 70%的美国小孩子 认为圣诞老人是中国的 因为美国小孩子在圣诞节的时候 袜子中的礼物上面 总是写着Meeting China 你知道如何抓间谍吗 比如那些爱讨论政治历史的 经常在网上发表过激言论的 还有些网络兼职 让你在指定地点拍照 并支付高额报酬的 中国解放军在非洲的影响力 离辅到什么程度 不过分地说 非洲军队对解放军的信仰 就和中国人信财神是一样的 保利集团 华润集团 中信集团 招商局集团 无家可归 等待好新人的日本女生 牙型 按照红线处把牙齿切断 露出牙神经 再把切开的柠檬塞到嘴巴里 你知道自己真正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样的吗 双手放在耳朵两侧 像喇叭一样大声说话 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说这医院里最厉害的 是医生还是护士 帽子上有三条杠的总护士长 你看这位大爷的公二头鸡 可以说和动画配里面的大力水手一模一样 大爷的机键断裂了 磁铁能吸引黄金是因为参甲了吗 黄金接触磁铁时 会产生感应电流 电流的磁场和磁铁又发生了作用 物理上叫做愣磁定律 你知道人的憋气极限时间能达到多久了 普通人的极限是一分半左右 而憋气世界纪录是24分03秒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也可能被判重罪 一 当你被儿童猥亵时 你不制止不拒绝 二 朋友到你家做客 结果被另一个朋友打了 你不阻止还在旁边看热闹 三 你建的群里有人发布不良信息 或者骂人吵架 你却只顾着吃瓜 你知道我国高铁为什么不走平地 而是要花上亿捡高价吗 捡在高价上 要比捡在地面上更节约成本 北周人这是在干啥 为啥人人都推着大篮筒满街跑呢 他们是在运水 网鱼人 垫鱼人 炸鱼人 毒鱼人 你知道英国的绅士 能绅士到什么程度吗 据说英国真正的绅士 不管室外温度有多高 也会穿成这样走在大街上 在遥远的深蓝色大海里 有一艘比航母还大的 我国的巨星大船 然而它的任务只是用来养鱼的 你知道我们平常吃的妖果 长什么样吗 长这样 你知道吗 北京有个地方 很多外地人都会读错 就是这个大栅栏 其实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大事了 再就是安徽有个博州 不是好州 那么你还知道有哪些 就会有什么地方是大事了 就会没什么地方是大事了